女孩在旁邊的甜蕭,聽她發表她的遺論,並且互相夾送給對方 當時的女孩打扮成熟,跟她坐在一起沒有這個父女感 你的記者是否只是說那女孩成熟,老 娛樂半世紀,經典又貼地 大家都多謝Lila 今晚的娛樂部份,壓軸也說夏兆星 因為今晚黃昏有一則新聞說她 作為一個樂手,Arrival and Departure 夏兆星成Joy Tang Live 2021 圓滿舉行,美場的兩人份愛興奮 即使鄧健明是負相上陣,亦無外發揮多次solo 彈奏結他,其實手指傷了彈結他也挺痛 期間兩人更加不時對彈Battle 琴技不分上下,令到在場的粉絲如痴如罪 我上星期看《勞密雪》在九龍灣Star Hall 他們也是首次在演唱會進行巨型天幕 各樂迷不時打卡留念 其實我不知那個地方,我鄉下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去看演唱會 我去到時,我不敢拿出來拍照 因為我亦希望尊重那個場合 別人看見你以為你偷拍,就免得了 所以我當晚沒有拍照 其後的照片都是在傳媒報道上 拍照出來 但當時的樂迷在Danny Summer演唱會 也有打卡留念 而這個Joey Tang更加無懼 墮台的陰影 曾經墮台弄傷自己 他再次在這個台邊彈結他 在美場那一唱 也有不少驚喜 雷有輝也趕著 趁著現場上台撐他的兄弟 而這個夏曉星應鼓手的要求 臨時加插空凳這首曲 為什麼臨時加插呢 他說因為要瞞著那個鼓手給了一個機會 他懷免他的爸爸 所以他臨時加上去 連Rundown也沒有 但是他也很少唱這首歌 Danny Summer說他也會想起他爸爸會傷心 只是今晚觀眾有異服 這些只是技術而已 他坦然美場表現非常好 更加少子越做越興奮 他有很多歌都未唱 但是今次擺明是一個搖滾show 所以要留個人演唱會才唱 到時一定要找回Joey Tang合作 因為他 熟了Danny Summer的歌 難得大家站在台上一起再玩一次 Joey Tang說自己在美場拼命演出 在台上感謝好朋友問候他 還高呼沒事吧 報平安 他說昨天電完手指已經黑色了 即是有魚血的激嘴 他說今天就變了紫色 慢慢散 這樣叫好轉左 但是接下來就有很多表演工作 沒事了 當然了 聖誕多show 就算不是狗展開show 可能有很多anyl dinner 或者什麼function 那些 或者 元旦呢 還有聖誕呢 是不是 你快點弄回我的手指 Joey 是不是 他說今晚坐滿了觀眾 其實說真的 香港的觀眾已經 屈了很久 現在叫我好一點點 可以出來看show 是不是 我那晚看 盧米宣不多happy 他說 實在太high了 真的沒有流力 所以玩得盡興 還有他跟Danny哥 說如果他開個人show 記得留一個band leader 給他拼一下 還有希望到時大家不用戴口罩入場 大家健健康康 好了 介紹一下 Danny Summer 說真的這個人 他的感情生活 非常多 豐富 結果四次分 來過四次分 拍得住 以前那張天愛 但我現在 首先說他 其中一段的婚姻 因為我希望 不同的 這個暫時說這麼多 這個夏曉星 十幾歲的時候 他開始彈結他 原來他跟妹姐 都一早就認識的 他還沒入行之前 他曾經在牛奶公司做的 做搬運公司的工作 托貨 後來就去了製衣廠 謀生 有一次就在廠裏開派對 請了梅艷芳和張德蘭去唱 他那時開始對這個音樂有興趣 並且被同事叫他去彈結他伴奏 簡直彈了之後一發不可收拾 乾脆去到這個歌廳 邊彈邊學 借助幫當時已經成名了樂隊去買外賣 賭垃圾 從旁偷私 那一個人呢 他本身呢 我當然待會有東西要吵了 是不是 但問題是 他呢 以前那派人呢 你要學一件事 你不是 叫做我想學嘛 坐著就說想學 想學想學 但你不take action 以前那些人呢 舊派人呢 就是這樣的 他喜歡那一件事 狂熱呢 他是想不同的方法去做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要幫那些出名的樂隊 你叫人家教你 人家未必肯教你 但是呢 你可能自己呢 都是走去不介意 幫他們外賣 外賣 你醒目仔 出來做 出來撈東西 出來撈世界 你要醒目 大哥 是不是 賭垃圾 你也做吧 人家不做的話 不要緊要等我來 這樣 人家喜歡你 慢慢慢慢才有東西 教給你 你偷到詩 是不是 如果他不肯教你 名師出高徒 他那時候那隊樂隊已經紅了 是不是 好了 曾經組過一隊叫做Visa Band的樂隊 幾個成員 先後成為了音樂界的高人 其中一位就是 善立文 他80年代以空凳走紅 不過他的搖滾風 在當時的香港樂壇 是未算主流的 令到他在音樂路上 經歷過多次的低潮 沒有錢 養兒女之類的 他也透露當時 為了要養活妻兒 放下了 最喜歡的音樂 開始就拍電視劇 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其實 拍過一些電視劇 但是 有可能你不記得 因為他那些角色 也不是特別的 令人留下心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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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那麼深入音樂 音樂 音樂 這麽 romantic的東西 通常那些人都是多情的 所以他自己也是work hard play hard 繼續說一下 風流屎 他除了拍劇之外 他亦都做事很認真的 不少他有份演的劇都ok的 但是 最令到他低谷的時候 他自己走去拍劇 叫做找到淡食 到他在演劇的時候 賺到錢的時候 他就回到自己的音樂圈 感情豐富 結果四次分離了 身邊的女伴是不乏的 最令到 有人在他的電視圈的 深刻印象大家記不記得 他有位女伴叫做梁詠琳 傳出緋聞 但當時他已經有老婆了 報道指 當時的梁詠琳是介入他的婚姻 後來的梁詠琳 梁詠琳是騎的 梁詠琳也挺不錯 ok 就這樣 好了 梁詠琳終於被人說他是第三者 然後沒有辦法 當時都是保守 你現在都死了 搶人夫 你看看黃心詠什麼下場 但是黃心詠有這麼多歷史你看的 做出第三者的娛樂圈 都是很嚴重的 然後他跟Danny Summer分手 並且傳出他幻想情緒病 最後自己就在美國發展 而退出這個娛樂圈 你說多大犧牲呢 一時打個尿陣 你整個職業 你的不心的career 都可以拜拜 如果梁詠琳還留在香港的話 沒有發生這件事 反正他現在跟梅小衛那些 都有多些的劇 然後你又可以登台 不用遠走的美國 不知道 2014年的時候 Danny Summer 還有第四任的越南華僑前妻 Tina就離婚了 其後他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 益述前妻就是 一個越南首富的女兒 但是兩個人一直都是財政獨立的 但是他就覺得 對方是將他當成草物 離婚之後 他自己是沒有拿走對方任何的財物 甚至銀行只剩下幾百元 他也坦然自己當時是一時衝動的結婚 感到唏噓 老實說 剛才他也說了 他自己身邊也非常多女伴 那麼多女伴 為什麼你只是一時衝動 和一個 越南首富的女兒結婚 都不是一時衝動的 不過問題 他說 離婚之後 沒有拿到對方的財富 對方也不是蠢的 這麼短時間和你離婚 他女兒不出聲 首富知道了 幾天就和他女兒結婚 是不是這麼短時間 離婚之後就可以 留什麼東西給你呢 他是不是 可能他是才子 都是音樂才子 或者他是很有個性 喜歡釣蟹 未必一定喜歡錢 然後他就說一毛錢 沒有拿 就離婚 然後 他也是越衝外星的探秘 在行內非常出名 他在這方面的研究 成為了 終身的興趣 並稱為 UFO之父 他也擁有一群年輕的支持者 我記得他好像有一段時間 在電台上講UFO 但是 你說我喜歡不喜歡呢 其實我以前是有看XFile的 我喜歡的音樂 XFile是好看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因為我身邊 其實我以前有 國太同事 他是有 去這些UFO的學會 不過我自己對於 靈異那些 的興趣大過UFO 始終你不 可能你 3歲 80歲 你是見到見不到 80歲也見不到 大哥 真的可遇不可求 但是不要緊 現在已經有人訂了機票 上去這個太空了 你如果更加和這個星球 就是多距離的接近 現在還說什麼 元宇宙 已經是不當一回事 他說 曾經被問過有沒有計劃以音樂 跟外星人打交道 他說 外星人就不懂音樂 我沒有用這個音樂 跟外星人打交道 但是我跟我的孫子 分享音樂的心得 除非你當我 就是我講的 除非你的 記者叫他 他當過孫子是外星人 他曾經經歷過四次結婚 又四次離婚 他跟一個報刊 訪問的時候 分享他的愛情經驗 他說以他看到 這個UFO的看法 跟家人說 他就說 我不鼓勵他們入行 這一行 這一行很難走 我們走到可能很幸運 但是要靠很多東西 問到他由 童年時這首歌 去到空凳 再去到結他低音時 又拍劇 那麼多機會 那麼收益 穩不穩定呢 他說 他說 怎麼會沒有下過低谷 一定有 但是 低過 如果不是低過 你又怎麼會過 現在的生活 人生 有高有低才好玩 但是他說 結果那個年代 你不要再玩樂 因為玩樂又不流行 因為當時又流行 唱這一個 電視劇主題曲 然後他就去拍這電視劇 他說 井井乾了 也要養妻活兒 就走去拍電視劇 再喝了水 飲了水 又去 跳過另一個井 再玩一湯 他说哪个人一铺平铺直上 但我不认识这些人,我身边都是奋斗出身的 而且他说现在的爱情观有时会发梦见到那些没有样子的女人 他说我心里很舒服,或者这个梦的感觉就是 谁不想被人爱,可能他没有研究这个解梦 如果解梦那方面,梦里面见到那些女人没有样子 那意思会不会是,有没有人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我猜吧 要不就是他丟到那些女人根本不知道谁打谁 那些女人没有样子 又或者他没有样子的女人根本就不是人 他可能自己去了另一个空间,见到那些不是人的 另外一个空间的所谓是人 没有眼耳口鼻没有样子的女人 那你也明白吧 然后他说,我都想啦,我爱人也很多啦 都爱过很多次 总之不够的话,我对他们的爱感受不了的话 这样就吵架很多次啦 最后全部都走了啦 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我都没有说过我是最好的 但今天我告诉大家,现在我是最好的时光,我有女朋友啦 但不是我找到一个婚姻 但结了四次婚,大佬还不害怕吗 离婚之后,人家问他有没有拿什么compensation 即是赔偿金 他就说,没有啦,我们都没有compensation可以给啦 他前妻有大把钱,而是我就不要他所有东西的 他要我什么东西呢,难道给他吉他去吗 哪里扔他,哪里扔他,哪里扔他 怎样都好,我都是看我的职业比我爱情生活更加大 我看音乐事业比我生命更加大 更大,但是你的女人看你的东西更大 他说,我当然要问你UFO啦 问一下你对这个UFO的情义结,是不是很迷戀 他就说,我大大话话见过四五次了 如果十几二十年前,你说见到UFO,别人说你傻的 现在你跟别人说,你不信的话,别人说你傻的 世界变了,资讯发达了 不是什么情义结,究竟他们是真正存在的 他说,我出了一支碟,天眼的唱片,想表达人在做天在汗 人在做天在汗,OK 他就说,我们地球人很无奈的希望 明知有人做得不好,我们受了很多委屈 但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所以望天打掛 看看有没有神或者另外一些人去打救我们 他说,经历了多段的训练,前妻包括了千金小姐 但他觉得现在有女朋友的阶段非常成熟和开心 最后他寄议,这个想入行的打算的年轻人要做好自己 不要只唱歌跳舞就可以了,一定要玩音乐 才能让别人看到你的才能 其实他这句话是对的 例如冯永谦,冯永谦那些都是自己会玩音乐 作为Cook 他在2005年的时候 当时他已经50岁 在美国认识他当时38岁的富家女儿 认识了4天后就结婚了 他一直都封楼,这么多女朋友 结了几次婚,离婚后就修身养胜了 但原来他自己在未离婚前 原来同一位报刊 发现他未离婚前 跟一个年轻的长发女伴出现了九龙城 并且一起买着珍珠奶茶 一边就像妈公仔,妈必那样的选择 买完生果就做柴可夫司机 开车就继续这个女孩走 当时Danny Summer穿着一件 背心短褲,打側看到肚腩激突 看他选择生果逐合逐渐,选择得很仔细 他跟长发女的口味非常一致 各自买了一个奶茶 哪走哪走,只是坐在饮馆 不是坐在其他地方 坐在其他地方,可能上车 或者比较隐蔽的地方 买完生果之后 他就做柴可夫司机送这个女孩走 走人 可能趕着她去吊蟹 那女生叫Isabel 但这段新闻也很久之前 她和前妻离婚之前是被人拍到的 即是说她有机会和这个女生有机会 第一次听我的直播 刚刚上饭忍不住听直播 你喜不喜欢Irene Chan留言告诉我 记者除了知道她离婚前和Isabel 当时她老婆长驻美国 Danny Summer在香港没有网管 当日和长发女并在宰铺吃饭 点赛过程中是男人拍板的 女生在旁边的甜笑 听她发表她的遗论 并且互相夹送给对方 当时的女生打扮得成熟 和她坐在一起没有这个妇女感 记者是否只是说那女生成熟 老 据了解 这个长发女子叫Isabel 是她Danny Summer的头号粉丝 无论在演唱会 酒吧 band show UFO 说了 通通都出席 午餐时份已经过了 人比较稀疏 她放下防线 但跟女生依威着肩膀 离开的时候 她一马当先 步行前步 而且很激劲 左盼右盲 然后女生随后 上车前并没有交流 即是不出声 隔着前后走 其实她们的记者看到她 那个女生年轻过她 几十年 当时她大约是六十岁 这宗新闻已经有一段日子 因为人家现在一把年多 说她是否有机会 曾经在未离婚 跟那个女首富 未离婚前就已经和这一位 类似歌迷 什么都出席的女歌迷 纷纷去餐厅 吃完东西之后 回去其他地方钓鞋 这么多年之后 她现在不知道的status 没有人再问她 什么富家里之前那个 那个又怎样 搞到很不开心 有机会再说 因为我今晚有太多娱乐新闻 这一单就说关于UFO 演唱会 说一下这位是否偷搭女歌迷 那你们自己去分辨 我只是说回当时的报道 说见到他们 你夹送给我 那我夹送给你 一起假山果 朋友都可以的 那好了 我又说一下 华富邨 原来大家一说在UFO 当然一定会提到华富邨 刚刚刚和Lila说完鬼故 大家喜不喜欢 刘过然 如果日后有网友想说鬼故 一齐好像Lila那样录的 留言帮我听 你也有兴趣 但要确认你的鬼故事先 并且我要想到有没有机会请到七宝米 哈哈哈哈 七宝米 是的 钓鞋 你不明白什么叫钓鞋吗 有没有人教她什么叫钓鞋 有没有男士教她 不用这个亲身示范的 用口说可以的了 我不需要你即时出来示范 是的 OK 讲测开这个UFO 每个人都想到香港最多人见到UFO的当然是华富邨 华富邨不明飞行物体 目击事件 这是一个香港很经典的案例 就是在1985年某一天 华富邨上空出现了一艘在公屋上 低飞的一个类似航空母艦 目击者当时的形容 UFO的体型是呈椭圆形的 并且有一个碟形状 两边有点闪光灯 有点银色的光 如此巨大的飞行物体 居然这么静 又不像飞机 85年 当时的科技没有这样的形状 好像一支碟飞在上空 接着当时的那些人 目击者第二天议论纷纷 在想可能他们没有西方的概念UFO 只是观音显灵 耶稣回归等等的宗教神迹 遇到今时今日香港高楼大厦密集 你想看也挺难 可能要上去一些比较空旷的山的地方 話说UFO大约出现了五至七分钟 然后向大嶼山的方向迅速飞走了 但是隔了这么多年之后 事件又停下来再没人说 但这些事情耐不耐的人又拿出来说 今晚就是由我说 在七十年代尾 八十年代初 其实不同年份 在UFO也有人目击过 在华库村也有人目击过 这个UFO的 所以有理由相信 这个村内UFO事件 出现不止一次 可能是两次或以上 他们也看到像Disco的小灯 灯光转动 然后天色回复正常 然后有一道强光 多数都是黄昏时间 就较为光亮 然后屋里面有一阵怪风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的飞行物体 它的体积是很大的 可能它是用那个科技 就要用一些噴射的东西 就是它向一些噴射 燃料噴射 会产生很多风 而且如果是转的话 一定有风 但是最奇怪就是说 因为飞机是很吵的 飞机有时在空中有很多噪音 譬如产生风的摩擦力 但是他们当时在1985年 看到的 都是就算他们有风 有这么大的物件 在动动的时候 有一些闪灯 但是可以很静 这件事情有点奇怪 但是以当时的科技 是做不到这种效果出来的 所以那些人之后觉得 这个是不明飞行物体 一定是UFO 然后看到灯 最后就向着 一些人说南亚岛 有些人说大婴山 所以是不止一次的 所以来到今晚 就是说这个 周秀娜 是不是厌食症呢 我怀疑她 并且我说了 生活八方的厌食症 有什么迹象和后果 引致很多病发症 比如很多心理上的 有些躁狂的抑鬱 如果大家 接着我又说了一个事例 就是说那时候 有个同事 就是拔自己的头发 吃了下肚子 一些心理病 令自己鬼剃头 又要打假 发工 他自己亲自告诉我 我想他不介意 我想他现在已经治好了 那时候已经在看医生吃药了 好了 接着我又说了一个 第二单 就是说他们 找鬼看他的电视台 不如名字改造 找鬼看他的电视台 哈哈哈 是不是更加贴切 这个名字 就是告诉大家 一个电视节目的名字 改名字也很重要 但是监制或者导演 是否负责改名字 找鬼去看你的电视台 被人这样改就不要了 好了 接着Lila的鬼故 然后就说这个奇案 也很惨 那个妹 教大家千万不要 少少年纪 让自己的子女 自己一个人搭电梯 或者出外 或者今时今日 他们都不用出街 就在家里 不知道会认识什么人 以朋友的身份 跟你谈谈 你认识什么人 喂 你坐在家里的妹 他可以叫他对方 扮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或者同学 可能一个四十多六十岁的男人 扮他的同学 叫他脱了衣服给我看 拿了 找些钱 找他脱衣服的照片 勒索他 要不然就传他去学校 喂 他不出街都可以很危险 今时今日 他不是要你命 如果他勒索你的金钱 这些都要你命 这些不少会发生的 要看新闻的话 好了 接着去到Danny Summer 说他最近的演唱会 接着就 又说他前妻 是不是偷搭他的女歌迷 你自己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是不是偷搭 接着就说UFO 然后说回全香港最多人发现的UFO地方 就是华富邨 好了 我亦都说 Danny Summer 说真的 我不太欣赏 我不懂得欣赏他的音乐 如果你说说摇管之乐 Blue Jean的歌都挺好听 如果你说玩rock 我比较喜欢周启生 因为以前有一首歌叫The Model Danny Summer Danny Summer Danny Summer 又是为他黑人的素素 Danny Summer 又是为他黑人的素素 Danny Summer 我这个我不懂唱 Danny Summer Danny Summer Ocean应该知道这首歌 Danny Summer 周启生又有《淺草妖妖妖妖》 然后挺有英国的技术 其实你说达米阿派是否玩rock 又不算 所以如果你说玩rock 我自己比较喜欢周启生的音乐 多些 但是你说Danny Summer 我觉得他的样子太平面方角了 就像我家小时一部电视 对不对 整部电视在面上 大哥 对不对 我真的不行 哈哈 对了 OK 今晚就讲到这里 大家一起 新旧的 娱乐半世纪 经典又贴地 好了 你们喜不喜欢我今晚的分享 最喜欢哪一部分 你们留言告诉我 现在呢 好了 因为有网友叫我不要做到这么晚 那现在你们继续留言给我 我剪完片我准备一下 我看看你们的留言 因为我今晚又找到太多的资料 所以就晚了 我希望我日后继续两个钟头的直播 就不要太 你现在千五人过了 一早过了千五人 你千五人进来我跟他们说 我现在就不要做到太晚 因为你们翌日真的要上班 那我不希望可以慢慢做两个半钟头 让我做两个钟头够 那你下次早点合理 因为我现在不讲生活八科 一来我就讲娱乐 然后娱乐 与什么生活八科 我就顺便说完 就包含在娱乐新闻那里 所以你看娱乐新闻 在我Youtube上的Smart Travel 你不单只听八卦的层次 还加上生活八科 可以融合 所以又可以 带到一点点资讯 希望你们喜欢我Youtube上的Smart Travel 继续帮我按like 还有分享给其他朋友 还有来不来有些吵架 或者搞笑的 或者惊吓 或者惊吓 好了 今晚就到这里了 多谢各位的参与 Thank you thank you 好了 我们现在做这个访问 好了 扣紧安全带 OK Ladies and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aris It is a safety requirement 12点 中午 做直播 好吗 OK 海外的朋友 Have a nice day 香港或者东南亚的朋友 Good night Have a sweet dream 多谢 I love you all Thank you 好 十八个钟头再见 Bye Bye